当然不是个罪恶 但是吃也是一种选择 吃对的身体好 吃错的糟糕了 当吃错了 要当心疾病来找你 今天医师来教大家 如何掌握食物的原则 顾好身体的根本 来 吃出健康 降低胆固醇 吃哪些能降血脂呢 我来分享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病人 他其实很年轻 他从国外回来 是个男性 成功的一个生意人 海外飞来飞去 工作非常忙碌 他一来他就说 我在国外有吃这两种药 一拿我就知道 他有高血压的药妙病 那我说你多久没检查了 他说都没时间了 我说那今天有没有空 顺便抽个血好了 时间刚刚好 他说我刚好早上没吃 我说好急了 我们就来抽个血 检查完我说这样 你国外也难得回来检查 我让这个检验室做集检 让他一个动作就等报告 我说你去吃个早餐回来 一看胆固醇2000多 哇塞 这么高 我说你到底是吃什么东西啊 他说我天天应酬啊 那我的生活不错啊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 常常吃牛排的那种人 那我就说 其实这种食物真的不能吃 我说你愿不愿动 他其实只是微胖 不是太胖 但是他从来不运动 所以我就说你 生活跟饮食这两件事情 可能就是杀伤你最重要的原因 甚至于你现在糖尿病 跟高血压 都是这个造成的 我说你愿不愿意 好好听我讲一讲 我就花了大概20分钟 我跟他讲怎么样过日子 怎么样吃东西 苦口婆心 真的是苦口婆心 是不是特别待遇 那天刚好他来得很早 就是我的病人常常 迟到的还蛮多的 就是他来的事情 我刚好看 因为时间还不开 他就说 我检查完我就跟他讲 解释很久 他听完之后 就是脸色非常沉重 他知道说 哇那以后要改了 刚好隔半年 他就真的又再回来 我说好 这次又逮到你了 我们再来咽一次 这一次呢 他的胆固醇立刻就往下降 但是还是一千出头 我就开始去检查他的食谱 他其实平常出的 那些牛排之外 他还很爱喝可乐 我说糖是造成 你这水果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 我说有多严重 我说有一个研究发现 你只要喝 一罐可乐喝下去 40分钟之后 抽出你的白血球 他的功能就下降 61% 这么多 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让一群男女 吃满腹饱 才吃了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之后 他只抽他的血 就发现他血里面的发炎指标 跟动脉硬化的指标 都能上升 而且这个效应会延续 大概五六个钟头之久 所以有这种生活习惯的人 其实他的身体 经常都处在这种 高度发炎的状态 然后白血球又降低 白血球免疫能力又降低 发炎指标又上升 他的血管就很容易发生硬化 这个时候如果血脂肪在升高 就非常容易堆积在 发炎的血管皮上面 造成血管硬化 动脉阻塞的问题 然后后续的这些并发症就造成 很严重的心脏血管疾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给他吃好的食物 那有另外一个研究是发现说 这样一生活的人 你给他吃大量的蔬菜 项骨类 豆类的食物 三个月 他的心脚动会降低 百分之九十一 那2013年还有一个研究很有趣 就是让一群人每天吃4颗8C坚果 那他的胆固醇在4个月之内 降低20个单位 所以这些研究数据就在这告诉你说 你吃错食物 你身体会发生这些坏的变化 可是即使你改邪归症 放下屠刀 吃下好的食物 也可以立刻回来 所以这个好食物跟坏食物就差别了 那如果吃错的话 男生跟女生有区别吗 这个胆固醇会不会有男女的差异 其实以往当然是有 因为女生有女性荷蒙的保护 女性荷蒙会让胆固醇好的留住 然后坏的比较不容易吸收进来 所以以前在我学生时代 我念书的时候 一直有个观念 女生应该在停经以后三五年 于是她胆固醇增加 心血管疾病才大幅增加 可是书念的跟现在生活是完全不一样 这十几年我们就慢慢发现 其实胆固醇的概念在改变 它跟 跟你的饮食隐藏版有关系 大家讲到胆固醇都想到 一定要吃油脂类的 对啊 刚刚那个学长已经讲过了 可乐 对 你的糖分饮食 汉包 其实它彼此会转变 我自己现在产检遇到更多的 以前我在 我当复甘科医师二十年 我前五年没有看过 怀孕有胆固醇过高的 我这十年已经越来越多 它本来就胆固醇过高 在吃药 于是才问说 我怀孕要不要停药 另外一种是我产检的时候 发现它胆固醇 都是两百多到三百多 于是要被积极教育 那你自己去问他 其实尤其台北产妇 其实身材保持很好 他饮食 他觉得我都还好 我只是 那我说多偶尔啊 也还好啊 礼拜天我有休息一下 那另外一个 其实办公室文化 大家一定会 所以点食的饮料 还有团购这些小东西 所以不要小看你饮食当中 所有东西都会产生 我们就讲了我们台湾的数据 那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 每十个人就有一个 有高胆固醇的问题 比例这么高 那所以总数大概 从来大概一百八十万左右 甚至比糖尿病的患者还要多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在 尤其我们现在饮食西化 然后慢慢的这种饮食 是越来越好之后 那其实很多问题慢慢显现出来 现在的治疗的指引来讲 一般我们的标准大概放在 总胆固醇 大概在两百里面 就尽量不要超过两百 那其中胆固醇里面 其实也有分好坏 大家大概都知道 那所谓的LDL 就是所谓的 一般的原则 那还要看你的心血管的 这个危险因子而定 有些你有犯过执交 或者冠状动脉疾病 严重的患者 我们现在LDL 就低密度胆固醇 就是属于坏的胆固醇 建议还要再 低到70以下 我手边就有一个患者 就是30出头岁 那170几公分 那890公斤 其实他自己觉得很壮 然后当然他就 也是觉得年轻 那其实他就 对于生活饮食都没什么 他也在节制里面抽烟 然后大鱼大肉这样子 那某一天就突然胸闷胸痛 然后就是被送到急诊室 那一检查 那其实就是 我们后来帮他做血管 那就是走前这样子 把人之摆着阻塞这样子 然后紧急帮他打通 那放个指甲 那效果很好 那其实住院我们都会帮他 做身体的检查嘛 那他是没有糖尿病 不过他的 那其中呢 像这种情形就很容易造成 所谓的动脉的硬化 那如果说在这种 有时候大家要抽烟 那可能饮食暴饮暴食 有时候血管品质不好了 所以有一些不一定的斑块 破裂的时候 就容易造成 所谓的急性的心肌更差 后续的药物治疗方面 除了抗血酸的药物 抗血脚板药物之外 那其实像胆固醇的药物 也是几乎是我们心脏科医师 大概都会很积极 要介入这个环节 像其实有些人问我说 吃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 其实像早餐 我觉得麦片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像是吃麦片 然后其实你配一点牛奶 就不要加糖的 那其实它会饱 会有饱足感 那其实你就麦片多吃 其实就 只是不好吃 说真的是不好吃 有饱足感 其实 对 然后像刚刚讲 坚果类其实 我也是建议 你刚刚一讲麦片 我厌世感就出来了 我觉得麦片很好吃 对 而坚果类真的是 不能多应有指高 会觉得好吃的 可恶 胚果类不高 不是说心脚痛 就是说心脏会痛 肠子有时候需要血量过多 比如说吃饱饭的时候 那个血量 肠子的血量要过多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的血管 是狭窄的时候 它那个血量就不够 这个时候就 吃饱饭特别的不舒服 然后一阵一阵 然后吃好了慢慢又好了 等一下就正常了 然后吃完餐的时候 吃完晚餐之后又开始痛了 有些病人说 如果你是心脏 已经有很多的狭窄了 心脏 血管狭窄 然后你在吃阿斯匹 你来吃些胆固醇的问题 你的肚子痛的话 其实要排除 有没有其他可能是 血管狭窄的问题 我分享一个案子 60起来快70岁的一个老伯伯 他来看门诊 主要就是讲我刚刚讲的那样子 吃完饭之后 会觉得肚子很脏 不舒服 然后一下子就好了 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 又是这样的症状 我就帮他做 一定会我帮他做三管 都做了 就没问题了 然后给他吃了药 消化的 帮助消化的药 他也一样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后来症状态 那可能是有胃或肠子 以外的可能癌症 我就帮他做个电脑断层 我才发现说 其实胰脏什么都很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的血管 在心脏血管 也提到有心血管的 三肢血管的狭窄之外 他的肠子的血管 正常来讲应该很粗 但是他细乳 他的肠子的血管是细乳法斯 他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周状周脉硬化 造成这个血管很细 所以当他需要血流的时候 他会不够用 跟他讲说 当你吃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 还是要 少量 少量 少量不能吃太大量 因为血流 就像心脏不好的变成 不能跑太快一样 第二个要告诉他就是说 你如果突然的大痛起来 那个肚子突然大痛起来 而且没有消失的时候 那可能就急性 心脏会有急性心脏梗塞 肠子里会有急性的肠子梗塞 那时候可能就去找外科医师切开 要把肠子整个都切下来 所以有的时候 你本身胆固醇太高 你要治疗它 不只是保护心脏 保护脑袋 其实也是保护你的肠胃道 高血脂症有分两种 一种是 三酸甘油脂膏 一种是胆固醇 在临床上 其实三酸甘油脂膏 比较容易降得下来 但胆固醇就比较讨厌 所以当然会希望大家定期检查 不要让自己的胆固醇出现红字 像我之前遇到一个阿嬷 她开始吃药之后 就一辈子都要吃 所以她就是到处去寻找偏方说 停掉 所以她就看到比如说报纸 或者是很多什么街坊邻居 在说红麴 鱼油 可以降胆固醇 所以她就想说 好 那我就吃这些东西 包括鱼油的保健食品 然后 然后 你只要这样挂上红麴两个字 她全部都买回家 她就想说 日常生活中都已经被红麴包围 那我就自己把胆固醇的药给停了 就过了一个多月 因为她定期要回诊 从小学就发现她的胆固醇 医生就觉得很纳闷 结果后来发现原来她自行停药 其实不是说这个药不能停 或不能停 而是说要医生看你的一个抽血报告 才能为你做药物的一个调整 所以不能说 你吃了这些保健食品 你就可以取代药物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美国其实在去年年初 已经取消了 每人每天胆固醇的上限 300毫克已经取消了 因为他们认为 其实我们一般体内胆固醇 70%是自己合成的 为什么很多人瘦瘦的 胆固醇高 可能是跟 所以认为说 饮食里面的30% 影响不是太大 所以大家就不要交往过这边说 鸡蛋都要把蛋黄去掉 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但是反而有一些食物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图板给大家做个参考 宝和脂肪 起司跟粉状奶精 粉状奶精出现在哪里 我们的手摇杯 很多珍珠奶茶都有 对 其实有一个数值叫做 深胆固醇指数 深胆固醇指数 它是用食物里面的 饱和脂肪跟胆固醇计算出来的 但是你会看到 这两个 我们首先看到起司跟粉状奶精 明明是粉状奶精 它的饱和脂肪算不少 但是它零胆固醇 但是它计算出来 反而它深胆固醇的比例 还比较高 另外一个 之前大家很流行喝椰子油 对 我喝了一箭子 然后很多专家都讲说 牛油 猪油是动物油 所以心血管不好 但是我们来比较一下 牛油 你看它的饱和脂肪 其实真的蛮高的 跟一般的植物油比较起来 还是高 然后胆固醇也不低 但是椰子油 它零胆固醇 但是因为它的饱和脂肪 太高了 所以计算出来 它反而生胆固醇的比例 是比较高的 所以其实这个图表 只是要跟大家分享 不要单纯 只care 食物里面的胆固醇 饱和脂肪 其实对于心血管的负担 反而是更大的 那至于说 当然的确还有一些食物 包括像日常生活中 梨脉 或者是像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 木耳拌小黄瓜 木耳跟梨脉里面 都有非常丰富的 水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我们代谢胆汁 其实胆汁当代谢多了 因为胆汁的前驱物是什么 是胆固醇 所以当你胆汁代谢的越多 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胆固醇 来重新合成胆汁 就可以间接地减少 体内胆固醇的一个浓度 木耳本来叫好东西 对 其实木耳它又称为 血管清道夫 对于一些有心血管 比如说已经有三高的一些族群 其实你想要用凉拌 或者甚至打成木耳露 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补充 擦片木耳就好了 也不用那么夸张 那个医师有讲 你胆固醇检查 即使你是检查到200 300 你要先看好的跟不好的 对不对 如果是好的 如果你是300 好的有230怎么就好了 好的也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高 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说 40以上 男生40以上到100以下 大概是好的 超过100 其实目前并没有很多的文献 说好的胆固醇 超过100有什么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专家意见都认为 也不能搞得太高 所以基本盘 你还是要看一下基本盘 它是200 你就不要超过200 对 再来去检查里面的高低就对了 注意好 我平常上发现 好的胆固醇很高的人 也不是太多 我就是好的胆固醇高的 多少 七八十都算 我忘记多少 他只是告诉我 七八十就很高了 他说我是好的胆固醇高的 所以叫我不用太担心 胆固醇算是内生性的 所以好的胆固醇高 通常是自己自发的 其实之前有一个药厂 他会研发那种 生好的胆固醇的药 结果后来提早飞流掉 就是失败 没有办法外在来改善 对 你吃那些东西 用药物来提升好胆固醇 反而增加 用意义 对 反而增加 可是我不知道真的还强 因为后来就很多人问我说 我怎么样 就是有好的胆固醇 然后我后来我就上网去看了一下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干嘛 就有一些酱就是胆固醇的一些食物 我还蛮喜欢吃的 就比如说喝豆浆 大蒜 燕麦 然后这些我都蛮喜欢的 还有 有时候我们家会用椰子油 那我不晓得是不是跟这个有相关 一般现在的研究的发现 对于好的胆固醇的提升办法 目前比较明确证据的就是 有氧运动 长期的有氧运动 对于好的胆固醇提升是效果最好 其他的药物或食物 当然我们现在斯大林药物 就是我们的酱胆固醇药物 可以部分提升好的胆固醇 但是就像刚刚那个讲的说 你如果真的研发一个药物 专门去提升好胆固醇 它反而发生很多的副作用 那不是最好的 它不是最自然 不是最天然的 对 有必要还是靠自己好了 运动嘛 少吃一点就好 血管杀手 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超标刚性 冠状动脉心脏病 中风几率高 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 其实另外一个沉默的杀手 就是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 就是统正为血脂肪 台语说肺炎有点高 那其实有时候说 我们这个胆固醇高一点 或是说我们饮食 稍微吃油腻一点 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短时间 那当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可是你如果说餐餐 或者说你的生活饮食 习惯就是这样子 那长期下来 当然对我们血管的伤害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些胆固醇 这些东西就很容易 沉积在血管壁 就像那种卡地带 就是把血管卡掉 然后像抽烟也是一样 一样的道理 它就是把血管变成硬化 然后就形成所谓的 血管的那种斑块 那这个斑块如果平常稳定 那还好 可是它斑块如果越急越多 不稳定的时候 或是一个 比如说天气冷 血管一个收缩 或是一个压力源来的时候 血压高 这斑块就容易破掉 那破掉的时候 就容易造成所谓的心肌梗塞 那我这边举一个案例 也是很年轻的 大概30岁左右 它本身就是家族性的高 胆固醇血症 就是平常那个胆固醇 中胆固醇 你随时去检测 大概都500以上 中胆固醇 那种因为它本身体质的关系 我就告诉它说 你这个一定要控制 因为它那种身体里面 一直会分泌很多 就是胆固醇 那尤其那种坏的胆固醇 就是LDL 都是三四百以上 那种超高 可是它就年轻 就自视年轻 它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 特别的问题 就不规则吃药 甚至很久才回来看整一次 后来有一次 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它 怎么走路一百百 一手一脚 不能动 因为它中风了 现在30岁而已 其实它就是 因为这个胆固醇很高 造成血管品质不好 然后它就又发一个脑中风 然后运气又不好 它就是左边的 中脑动脉血管阻塞 然后导致右手跟右脚 然后就是没办法动 那后来是经过很长的复健 那因为它30岁了 它就还是要复健 它也没办法工作 走路来住拐杖 那其实对它后续的 包括不管生活品质 或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些资源 其实来讲影响都是很大的 而且其实很多人都以为 胆固醇可能 比较胖的人比较有可能 可是呢 我本人 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医生说 我胆固醇过高 所以其实很多是体育 是遗传 我一直以为我也想 那时候我其实根本不懂 然后因为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吃海鲜 而且大鱼大肉 然后又觉得自己 可是你给我们感觉 你是运动健将 对 那是现在我运动得非常勤 那其实我想 你以前不是运动 我小时候我四岁开始学舞蹈 高中也都是念舞蹈科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 运动对我来讲很简单 可是其实是零的嘛 可是对啊 可是之后到了初 就是初社会那时候 其实对于运动就没有那么 就是有加入健身房 可是常常就是在浪费钱的那种 到底最高高到多少 那时候其实没有到 大概三百多 还是两百多 我忘了 可是就是坏的还比 蛮高的对不对 对 然后坏的比好的 可是那时候 我从来没有健康检查过 是因为有一年 二十七岁我记得 我朋友要去健康检查 我就说 我从来没有健康检查过 我就去看看好了 结果之后医生就说 我胆不存过高 他说那你应该 可能是遗传 我说可是我们家好像没有 那他就问我的饮食 然后我就跟他讲 讲说我几乎几乎 真的是三餐都在外面 而且都是朋友约就去 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 就是没什么特别在运动 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注意 然后叫我要吃 就是鱼油还有燕麦 他说燕麦片也是很好 燕麦片对 对 然后结果之后 他说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 要运动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非常非常的 就是迷上运动了 然后可是我也开始 鱼油啊 燕麦都有在摄取 果真我结婚前 要身体检查的时候 我的那个胆固醇就降下来了 对 所以这应该不是遗传了吧 因为如果遗传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遗传的 他怎么样控制 他都没办法降下来 刚刚讲那种家族性的 高胆固醇血 血症那种几乎饮食运动 是不太可能的 那其实饮食最能够控制的是 三酸甘油脂 我们刚刚讲说胆固醇之外 另外一个是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跟你的饮食的差异性 非常的大 那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的话 其实三酸甘油脂也容易上升 像一般来讲 总胆固醇我们治疗 就是说一般标准的话 希望在控制200以内 那我们刚刚讲的所谓LD 坏的胆固醇希望在 如果没有什么危险因子 最少都希望抓到130以内 就低密度胆固醇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饮食运动 其实对于胆固醇的控制 其实治疗上面都是相对来讲 有它的效果可是成效没有很大 可是还是得做 那跟三酸甘油脂的影响就很高 跟三酸甘油脂的影响就很高 如果说有些人他胆固醇 这张胆固醇高 那饮食运动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自我节制的话 那有时候还是得仰赖这个药物的帮忙 我们家其实一直都有那个胆固醇 或是鞋子过高 因为我们是外省 我爸我妈都是 所以我们平常吃东西 都是中午啊 或是晚餐在家吃的时候 就一定是面饭 那种主食类的东西 然后可能我爸一餐要吃三碗饭 然后可能也是非常喜欢这种淀粉类 可能一餐也是要吃个两碗 我妈也是 然后再加上那个卤肉 你知道我妈那个卤肉 你知道那个卤肉 然后那个蛋 就可以配个三碗饭 对 然后那个汁 你之后还要把整个汁 就是淋在那个饭上面 这样饭 然后你知道尤其那个肥肉卤了 有多好吃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是吃 然后有一些豆瓣酱 对 然后尤其过年更精彩 然后直到就是我妈大概三年前 然后她就是得乳癌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在化疗和做标榜 然后之后就好了 可是因为生了大病之后 她就非常的注重饮食和健康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家原本从大鱼大肉 就变成 清中小菜 对 而且你桌上会有很多不知名的菜 比如说她那天煮了一个什么 紫色的花椰菜 然后是一些我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山菜啊 或是有机菜 导致我爸跟我就是都变成外食主 尤其是我爸 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做健康检查嘛 所以我妈之前可能指数都是 有些是红色的 可是后来去年检查的时候 它全部都正常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红质这样子 可是我爸他把去年的健康检查报告藏起来 就让我们看哦 然后可是我们也想说没有办法啊 然后再加上 我爸平常又有抽烟的习惯 然后现在冬天嘛 他可能吃饱饭 他就会躺在沙发上 就是跟一个真的是招老头的印象 你知道吗 然后看着电视 然后就默默地就这样睡着了 然后一吃饱就躺着哦 然后再加上今年年初的时候 冬天非常地冷 然后那一瞬间呢 我突然看到很多人在脸书 很多朋友就是爸爸妈妈亲戚 突然中风 然后有些人中风之后 隔真的没有多久哦 然后他就因为那个心惊梗塞 就过世了 然后那时候我有个朋友还开玩笑 就安慰我说 我们这年纪也到了 该出世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年纪 爸妈也该出世了吧 就是我们会把很多理由套在 因为是年纪大了 想要把它合理化了 对 就会觉得说 我会有这些指数变红色 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吗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担心我爸 因为他的生活真的是太不健康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那既然我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活 我就去找保健食品 然后平常就是给他吃 当作一般的保养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是那个 一个金晶品牌大厂的老客户 我们家厂其实都有在吃他其他的产品 所以我二话不说 我就直接就在网站上找 有没有适合可以就是 保养这方面的餐 其实一般健檐中心 就是会寄一本报告给你 那我们在诊所医生 其实像我们是内科加肠卫科 就很常就会有一个人 拿了一本那个很厚的医院报告 就是检查不是我做的 他跑来这边就是说 张医师你帮我看一下 那我就讲一个例子 他就是一个五十几岁的男生 那他本身有抽烟 因为就公司健檢嘛 健檢完以后就是 发现他居然有高血压 他的血压大概160 那正常140嘛 然后他的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就我们今天这个标题 低密度胆固醇超标 当心中风 他的低密度胆固醇正常130 那他抽出来是 那所以他就觉得怪怪的 那医生也没跟他解释 所以就跑来这边看了 看了以后我就算一算 他男生五十几岁 然后他有抽烟 他有高血压 然后我就打开电脑 帮他输一输的说 毛毛先生 你未来十年 得到心肌梗塞 脑中风的机会 有25% 然后他一听 就有点呆掉 然后我就说你这个的话 要赶快饮食控制 然后吃高鲜食品 我们三个月再抽一次 然后看看你怎么样 假如还是很高就要吃药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 然后说 没检查 没事 那一检查 那一检查 然后就很不爽 他就走了 这样子 结果三个月以后 他老婆硬把他押来 他就是不想来 再抽第二次 低密度胆固醇 不但没下降 从160升到170几岁 那所以就直接跟他说 对不起 你可能要吃药了 那他就是死活 就是不愿意吃药 那我就是死活 塞了一盒药给他 我就是硬开一盒药给他 当然这种动作是没有用 因为开完以后 就再也没回来了 人就消失了 然后差不多两年后 他又来括号了 那这次一来就说 张医师我要拿某某高血压 某某胆固醇药 就直接指定了 然后变成专家这样 就点他健保卡 他说原来他之前 都在某某医院拿药了 他说原来是因为去年冬天 他突然在家里 天旋地转 接下去 他 突然就没有力 不会动了 然后家人就说 这个中风 那赶快就送去急诊室 然后运气很好 进去急诊室 居然手脚力量有回来 医生发现是 然后再检查完 两个颈动脉 已经阻塞百分之八十几 所以后来就放血管支架 从那以后 医生就说你要吃血压药 膽固醇药 什么药都要吃 他才吓到说 原来 他才开始吃药 然后因为诊所离他家近 所以他就想说 以后转来这边拿 这样子 这就是不见罐材不掉流 真的 等到你真的中风 那后悔来不及 对 我爸就这样子 就出来都是红字 我一直有跟他说 我帮你解释一下什么的 他也不要去听 他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托我检查 你看检查出来都是红字 可是这种人你知道 譬如说像我爸这种人 他就会传 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要少抽烟 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 吃得健康 他就会传一篇报导 给我那种特例的报导 说什么 有一个人什么 又烟又久 然后怎么样 活了几岁 要不然就是 40岁就过世了 对 推传这种 然后打我们嘴巴 然后我就觉得 OK 那个就要找医生 医生可以威胁他一下 最近也才碰到一个 就是也是很认真 在执行生酮饮食的一个 国中的老师 他们是因为在学校 成立一个社团 就是在推崇这个生酮饮食 然后大家都是希望说 可以达到一个更健康 更瘦身的效果 他们也请了讲师进来演讲 然后自己都很认真在操作 每个礼拜记录体重 看有没有瘦下来 那他来门诊找我的时候 其实就支支吾吾的 就是说他一直有点担心 我担心什么 因为他们都有在去抽血检查 他就发现说他的血液数字 真的是不太漂亮 他本来的胆固醇 大概是在不到200 190上下 他后来操作之后 他检验起来 就两倍以上 标准是200 他要到380 而且当中 也就是低密度胆固醇 因为后来胆固醇 从本来大概130 变230 那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其实生酮饮食大概 如果真的这样操作的话 有时候有三成的机会 有可能胆固醇那会高得很快 那所以其实他会担心 我就说 你为什么最近那么担心 他就说 网路有在传说 在日本的那位大师过世了 就生酮饮食 他就 他就当然不是这个原因 也就是说 可能他就会很担心 奇怪 这个饮食到底是好是坏 那我就看到他这个数字 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觉得 任何一个检验数字上 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 就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现象 我就说 那已经也隔一阵子 我们再验一次 因为他们是每三个月 就去抽血一次 他们执行了半年 那我在我们医院 再帮他抽一次 结果更高 可是他们的讲师说 如果你继续坚持下去的话 胆固醇会下降 因为他很相信 所以又是他是 社团的干部 他就很坚持继续做生酮饮食 可是我们医院抽起来 胆固醇破400 他是我抽过胆固醇里面 数一数二高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有一些族群当中来操作 他可能真的胆固醇会很高 就像刚刚营养师说的 我们如果再尝试很多 新的饮食方法的话 一定要更密切地去做检查检验 那由医师来告诉你说 有没有哪个环节 可能要稍微多注意一下 这样就可以吃得很健康 每位医师都讲到三高问题 然后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做健康检查 检查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傻眼 因为我居然是 然后我第一个回答医生 我这么瘦耶 我为什么会胆固醇破高 为什么 对 然后医生说 你可能要回家问一下 你们是不是家族 其实我 我问不知道 一问我七个兄弟姐妹 每个人都胆固醇破高 对啊 就是遗传啊 可是这种家族性遗传高的 我反而比较耐中风 真的 好像三四百都不会耐中风 一般人大概三四百就中风 会不会这样 比较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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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容易中风 是吗 对啊 会有这种血脂流那种 可是我们很无奈 家族一床 其实我们家都吃得很清淡 其实胆固醇有时候 你光靠饮食运动 很难降得很好 很难降得很好 但你不运动更惨 会更惨 你现在如果是家族性的遗传 造成你本来都有 可是常常不小心就两百多 不要说不小心 你可能很小心也两百多 你就是 家族性的嘛 你就是喝水很可能也是两百多 对 因为它是内心性的 可是现在如果讲说 你因为是处于高危险群 高危险群 其实你就是必须要趋吉避凶 你就不要比平常人更小心 其实好的胆固醇 提升最好的方法 我们现在有些药物 可以提升一点点 但是最好的方法 叫做有氧运动 对 所以持续的有氧运动 把好的胆固醇提升 它其实好的胆固醇 具有保护的力量 所以即使你总胆固醇很高 但是好的胆固醇 如果比例高的话 你还是会把风险很明显的降低 所以并不是所有胆固醇 都是坏的 对 其实胆固醇是重要的 我们的胆固醇 我们很多的荷尔蒙 像性荷尔蒙 会让你变成像男生女生 那么漂亮 这么雄壮 都是靠这些固醇类的 对 导播不要再 所以输令你的胆固醇 导播不要再带她上班 很多人都高血压 我们嘉义科门诊的话 其实常常会有很多 黄斑 黄斑瘤的病人 都被从眼科转过来我们这边 那因为其实像这个黄斑瘤 其实它大部分的话 就像大家可以看那个图 它通常都是在眼睛的周围 那为什么会被眼科转过来 这个不是以前有讲过 它那个是不是 胆固醇 血脂过来 对 没错 其实它就是说 其实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胆固醇过高的关系 才会累积在这个眼皮周围 其实以前我没有注意到 后来律师好 律师讲了 我出去常常做节目 访问观众的时候 就有看到那个人 你会特别注意人家的那个 那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说 但是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样子通常是不是会 稍微胖一点的人 对 其实通常都会稍微胖一点 但是我的这个案例是比较特别 他是一个30岁的男生 他很瘦 其实他瘦瘦的 他只因为最近可能 电脑用太多 他去眼科门诊 他去眼科门诊 就觉得眼睛疲劳等等 这样之类的 那眼科医师的话 就看到他有这个 这个黄斑流 他说你这样不行 你有可能胆固醇偏高 所以你就说最好 还是去嘉医科 来看一下这样 其实他本身很瘦 就抽出来 他胆固醇真的超级高 那超级高的话 所以我就只好 帮他开一些 胆固醇的药物 去帮他让这个胆固醇降下来 这种黄斑流啊 你需要 其实他并不会消失 所以主要还是要靠手术 去把它做接切除 可是你的胆固醇 都没降下来 你切除这个有什么用 虽然这个跟胆固醇 过高有关系 但是并不是把胆固醇降下来 它就会自己消失 那你还是要 对 因为它已经产生了 是 那你切掉之后 胆固醇还是维持那么高 还会再长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要双管齐下 对 就除了来找我之后 还在那边找王乌书 谢谢 他就 血管 濁濁不畅通 揉揉 让您摆并生 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高血指 随时引发猝死的危机 假设到血管不通 我们会想要六个 这个要请观众记一下 就三高 再来 抽菸 再来就年纪 那男生大概45岁以上 最后一个就是家族死 就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 如果还不到四五十 就会心血管 那我们自己就要小心 我们遇到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先生 也不能算老先生 前辈 他其实他很注重养生 他也没有山高 也没有抽烟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他就在一个道场休息 那还固定都有运动 结果五年前第一次中工 那中工那一次运气不错 他就轻微了 肢体稍微差一点 他就检查出来 他颈动脉有95%的狭窄 但是那一次就把他打通 摆个支架 那之后恢复也不错啊 復健 那他就更重视养生了 反正他也没山高嘛 就好好运动 饮食注意 前一阵子他又心肌总塞 那这一次大家都觉得奇怪 这样的人不应该接二连塞血管 一会儿塞到脑部 一会儿塞到心脏 那这次在检查就发现一个 以前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 就是他的 我们讲的胆固醇 大部分都怕高 那事实上他的问题是 有一个叫做高密度脂蛋白 或是我们通俗讲 叫做好脂肪 那个是血管清道夫 正常要40以上 他才15 太少了 就是他的饮食 因为他是素食 所以他很多 我们 事实上动物性 动物性蛋白 动物性脂肪有一些是不错的 那当然少了一部分 那吃的里面可能 他觉得反正吃素好像就是OK的 那事实上我们很素食的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包括一些燕麦啦 黑芽米 草米 这一类的补充 还有包括一些食用油的选择 有一些都不好的脂肪酸 这一块 那另外我们会看到有一些 事实上现在年轻人 会中风 会心肌感 已经不稀奇了 我上面也提过 我遇到最年轻 心肌更晒晒 二十三小 那那个人一抽 就是他大部分 六百多 对 那另外我来 给大家看一个 那个比较触目惊心的照片 左边那一管 上面有点 黃黃白白的 有点像优肉乳 或养乐多那种感觉 右边那个才是正常 右边那个上面 像乌龙茶清澈 那个是干净的血清 左边那个就是一个 很厉害的高脂血症 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在医院 说出来都结冻了 结冻是在抽血的时候 他就有感觉了 看不出来的 这样子 结果后来一驗起来 那个左边那个 他的膻固成六百多 所以你说他那个 那个下水道怎么可能会 血管怎么会开住 即使他的血液是像这样 他平常没中风之前 他可能只要不做健康檢查 他自己没感觉 都很正常 无疑是真的白白那种 又膽固成六百那种 那他怎么处理 吃药 吃药 所以他吃药会改善 现在当然网路上 我们都是家族室的 家族室 他就是身体的代谢 是某一些消毒素是不错的 天气变冷 尤其是最近这个寒流又来 有时候开玩笑 就是心脏科跟神经科的那个 门庭若市 吴主任刚刚讲得很好 危险因子的控制 为什么会有心血管疾病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几个点 其中我们在归纳最重要的四个 就是三高加抽烟 这四个一定要完全没有 抽烟跟高血压糖尿病 这个大概也稍微有提过了 那我们这个主题 要再放在胆固醇 那胆固醇的话 其实早期 早期我们大家去医院看 都是看所谓总胆固醇 那为什么最近 大概比较没有focus 在所谓总胆固醇 是因为就像刚刚吴主任提到 其实血液中的 所谓好的跟坏的 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 那实际上高的是越高越好 它就像清道夫 那低密度胆固醇是 越高越不好 因为它会把一些脏脂 留在血管里面 所以我们要看那个比例 我之前也碰到过 跟吴主任类似的case 30几岁就清肢梗塞了 这个是很常发生的 那大家会问说 那这样高密度 有没有办法让它升高 事实上很遗憾 现在不是非常有很好的方法 有一些研究认为 或喝一点轻微的红酒 可能有助于提高HDL 但是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效果 目前最有明确的效果就是 所以你现在看所有的市面上的药 大部分宣告的疗效 都是降坏的胆固醇 那只有吃药了嘛 对 如果你真的很高的话 初步当然还是用 饮食运动的方法控制 所以有时候门诊 我碰到有些病人 一抽血 他高密度非常高 我就说 你这里多几 可能就是遗传 可是到底多少 标准是200嘛 对不对 总胆固醇标准是200 可是我们现在会把 高跟低的分开看 低密度胆固醇标准是130 不能超过130 可是我才230几 医师就拿药给我吃 很爱拿药给我吃 那可能要看 就是瓜哥要看你的低密度 是多高 因为 因为 因为低密度 现在虽然标准都是写130 可是事实上在最近几年的研究 事实上各位前辈医师 应该都知道 130其实已经 越来越不被认可了 现在这个标准一直在下修中 甚至包含今年 去年2017年 台湾自己的 心脏学会的一个建议 你有发生过心肌梗塞 有发生过一些重要疾病 糖尿病的人 你的低密度胆固醇 你虽然标准是130 你应该降到 15下 差这么多 对 那唯一方法就只有靠运动 没有 要降下来 运动还不一定可以降得下来 一定要合余的处理 吃药 对 所以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像我就碰过一个病人 他是40出头 他本身 没有高血压 也没有糖尿病 也不抽烟 也不肥胖 也没有加毒食 然后几乎都没有 所以他那天来急诊 就是说 胸口闷闷的不舒服 那一开始我们想说 这个没有危险因子 看起来不太像心肌梗塞 做了心电图也没有问题 那原本想说 可能要汇个胃肠科 会不会是一些 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急诊医师正准备 要打给胃肠科的时候 心肌酵素出来了 心脏的酵素非常的高 所以马上把电话挂掉 改打给我这样 就说 这个可能有问题 那因为它心电图没有变化 所以它其实算是一种 我们讲非ST段伤症型的心肌梗塞 还是一个心肌梗塞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收下来 后来我们就发现 它LDL非常高 它没有血压高 没有血糖高 没有过重 没有抽烟 它LDL大概200多 光LDL 所以 它三条血管 四十几岁 没有危险因子的人 它三条血管都很严重 我原本预计 可能只有一条 但三条都很差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 放了几个支架 对 后来放了好像三四支 另外一个 要讲到一个最近的案例 一个57岁的男性 这个是更严重的 这个病人 跟刚刚那个病人不一样 他是三高都有 也有抽烟 那天来急诊 就是一早起来 就看到胸口突然的胸痛 很明显的胸痛 很不舒服 然后原本他也是不要来的 跟刚刚前面一个阿伯 类似 太太跟女儿 两个人带他来 来的时候做心电图 这个跟刚刚先生不一样 一做心电图很明显的 我们那个讲V1到V6 ST就高起来了 而且非常高 然后量他的血压 他原本高血压 在家里他女儿跟太太说 他血压平常都160 170 没有在吃药 她说没有不舒服不吃药 但是来急诊只有290多 然后大家想说 那没事了 血压降下来错了 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他的可能 他因为心肌梗塞 导致心脏没有力气 导致血打不出去 所以血压下降 这叫心肌性休克 心肌性休克的话 大家可能还不觉得 这个名词有什么可怕 但是急诊医师 听到就会吓一跳 心肌性休克 以目前的概念来讲 10个里面 有6到8个就死掉 死亡率6到8成 还那么高 所以在急诊 我就跟他女儿跟太太讲说 你这个风险非常高 我们赶快做心肌管把他打通 有可能救的回来 但不一定 不做他一定会死 做下去更惨 原本我们认为只有一条 所谓的前降池有问题 三条都很严重 他的右罐动作完全阻塞 然后是慢性阻塞 左边的前降池也是完全阻塞 然后剩下一支 他唯一的一支是95% 也就是三条心肌的大血管 只有一条剩5%推过去 三条路都塞车了 这样反正把他的前降池打通 他才有机会存活 那怎么打通 双支架吗 对 还有一种是什么 通一条管去充气 绕道手续 充气 先扩张 扩张跟支架 算是我们内科的 所谓心肌管手术 就我们跟陈医师 我们的专门 如果说真的血管 塞得很严重的时候 要考虑开刀 没有错 不过当下那个紧急的情况下 大概开刀时间上 会有点来不及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是先想办法打通 对 结果通完左边的时候 发现他就开始乱跳 所谓的VTVF出来 然后在导管是 赶快急救 这样也不行 一边电一边压 然后赶快 那时候我跟几个医师讨论 我们再把右边的处理好 理论上心肌管 才只处理一条血管 但是如果你在心心心修科 像这种已经夸死掉的病人的时候 你可以想办法 把能够救的血管都救一救 看看有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后来 左边通完之后 也通了右边 两边都通了之后 病人血压还是不好 这时候只剩最后一步了 就找心脏外科医师 来放液克膜 中间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跟他太太讲 就请他太太进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 他的状况比我想的还要不好 还要不好 我跟他说 很有可能会走 然后他太太听到 就倒在 就是整个头的状况下去 我很怕他 又要救他 又自己救这个 我请工作人员赶快扶住他 最后那个病人怎么样 最后那个病人还是撑不过去 在家务病房就撑不过去 可是他只是心胸悶 对不对 这就是心心心修科可怕的地方 因为你心脏三条血管 完全都没有通 你等于心脏没有血供应 你心脏没有血供应 你心脏没有血供应 心脏没有力气的话 身体各个器官都没有得到 心脏来的血液供应 所以各个器官都开始坏死 叫做 多发行一个器官衰竭 包括他像他这个已经 三条血液这么严重 其实他如果三年一年前 有去做健康治疗 一定找得出来这个问题 对 那第二个我们也怕 就是说病急会乱用药 还要特别强调 因为刚才陈医师 特别讲到那个心肌性修科 之前网路上有人在鼓吹什么 瞎里什么床口要放个旧心 什么一有胸痛就要寒下去 这是大大不可以的 因为当他心肌梗 就算他是心肌梗塞 如果他是心肌性修科 血液已经都低了 寒的那个寒片会死更快 是 会死更快 所以当病人不太确定 他的血压状况 是不是有经济的时候 还是尽快送医院 而且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胸痛 也不要自己开车 或自己的车子送了 就打119 所以他随时会心率不整 119上面才有电脊 而且可以随时洗皮疗 因为我自己本身 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我常常在运动 我也没有抽烟 我也很注重健康 我也很会吃 也常常在教大家 但是其实我也有 而且那个时候 我之前两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比较没那么忙的时候 然后开始就非常会在 努力做健身 然后也会吃非常多的 营养食品 也会吃高蛋白 也会吃鱼油 那一年的健康检查 我就检查出来 我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 然后去年我很忙 没什么在运动 也常常熬夜 然后但是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发现我 胆固醇过高问题 下来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发现 那为什么我真的非常努力在 努力在健身的时候 然后在做很多补充营养的时候 反而胆固醇过高了 然后后来去问医生之后 医生才有说 因为可能我的 因为刚才有说到 摄取的部分 像高蛋白 我可能摄取太多 那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还有可能是 因为我以前在做健身跟运动的时候 以前在还没有这么了解的时候 我曾经有过 尤其爱运动 常常都会有身体上面的创伤 那创伤情况下 那肌肉为了要修复它 可能会产生一些胆固醇问题 来修复它的组织 然后后来就发生 我后来找到同号 原因是因为侯怡君 怡君姐跟我一样 我们都很瘦 但她也有胆固醇过高 她 她都瘦了症骨头 对我们都有 看草山铁什么 对 但是后来有发现 这个胆固醇 不见得是坏的胆固醇 对 她就是为了保护身体 机制产生 不会像刚才那样 已经变成了 然后现在就会比较稍微 在饮食上面稍微注意一点 虽然运动 但是吃的东西 还是会 没有像以前这样 高蛋白摄取太多 或者是鱼油摄取太多 让自己稍微 不要这么样子 在最亢奋的状态 那个太危险 我要分享一个 就是一个三十几岁的 一个妈妈 她平常就是喜欢吃 火锅 然后喜欢吃羊肉乳 然后冬天来的时候 反而吃更多 晚上睡觉 隔天起来的时候 整个眼睛都一直转 很晕 晕到躺在床上不能动 然后有一边耳朵 完全听不到 这就是我们耳皮尤科 在秋冬常见的 叫突发性耳聋 这突发性耳聋 其实在我们 一般来说 其实大部分是病毒感染 可是我们收住院之后 给她一些药物 像肋固醇 药物治疗之后 其实都没有效 然后后来检查之后 发现她的血脂非常地高 原因就是可能 她支配我们耳朵 耳朵不止只有听力 她还管平衡 她支配耳朵跟耳朵的血脂 血管整个堵塞 可能因为她循环太差 然后加上又一些饮食 跟她天气冷的原因 这堵塞之后 整个造成她晕眩 跟听力那个恢复不了 经过治疗之后 可能她还是 不过晕眩的话 因为我们脑部 会慢慢地调整回来 所以有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说 秋冬太冷的话 虽然吃得要好 不过要健康一点 浩如是怎么保养 我其实刚刚听到 炳燕哥讲的 我也是觉得很有同感 因为我老公也是 跟炳燕哥一样 所以呢 但是没想到 我老公前年的健康检查 他也是检查出来 有这个高胆固症 但是他去年检查 又恢复正常了 所以呢 其实他也不晓得自己怎么 然后会很紧张 那因为我当然也会紧张 因为我老公身上 没有一张保单 他 我就希望他健康长寿 对不对 我们要帮他把自己要护啊 要保人被保人 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跟我同样年纪 他36岁的时候 就两次小中风了 他是做老师的 然后呢 他在写黑板的时候 第一次 他是不晓得为什么 手就是那个粉笔拿一拿 就自己掉了 他也不以为意想说 可能是筋骨不舒服 还怎么样 然后他第二次 也是写黑板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霧茫茫的 那他一直想说 就可能是粉笔灰 没擦干净 或是这个黑板没擦干净 一直叫班上同学 直日声擦黑板擦黑板 一直觉得霧霧的 但是回家休息一天以后睡个觉 隔天又好了 他后来呢 就是前两年 我们大概38岁的时候 他竟然就中风了 他中风我们刚开始 我们过年去看他的时候 他都还认得我们喔 一直到去年过年 我们去看他 他已经是完全不认识我们 就是对我来讲很shock 因为我们还没40岁 所以他其实就是应酬多 也是抽烟喝酒 然后在外面大鱼大肉 再加上前年我老公 这么年轻的 就是高胆固穿 我心里就会觉得 还蛮害怕的 可是现在冬天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吃火锅或干嘛 所以我是觉得希望 我们普通就是 没有事情的时候 就是尽量从保健食品 开始保养 我们当然不希望常跑医院 然后去吃药 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 肝脏 肾脏 生病的时候 其实真的 的确都有分阶段 不同阶段 所需要吃的营养 绝对是不同的 所以像洗肾前 洗肾后 所需要的蛋白质 就是不一样的 可是很多人常常就是 得了这个病 他就从头到尾 一路都吃的是一样的 至于说刚才讲到 大家都在讲到 什么保肝片 或者这些保健食品 但是我这个例子 他是喝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样听起来 应该比较天然 对 因为它本身就是 肝脂素比较高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就是利用假日的时候 去买大量的这个咸 网路上都有教 老一辈才会这样 他不是老一辈 他四十几岁而已 然后他就是电锅针 什么一碗便几碗 大家都有做过 所以他就是 连吃了好几个礼拜 然后当然身体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因为他正好 他要回诊 因为他本身有 慢性的高胆固醇血症 后来他就要回诊 去拿药 顺便想说抽个血 就发现他胆固醇 本来一致都控制得很好 忽然飙高了 后来医生就询问之后发现 他这阵子最大的差别就是 大幅度的 大频率的喝这个咸汤 海鲜 这其实咸它本身 在海鲜类里面 不算是一个胆固醇 特别高的 但是因为它浓度很高 它用大量 然后再加上喝的频率很高 所以导致它 又是咸精 对 短时间浓缩的这种 短时间喝进来 就反而肝没有饱到 它的胆固醇的一个情况 控制得更好 真的要吃对 好难 对 所以其实 我还是要强调 其实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希望过犹不及 它一定有好的地方 就像氨基酸或肝糖 它对于肝脏都是好的 但是不要忘记 它有一些东西 可能对你身体是有负担的 了解 所以其实就像 回应刚刚中医师讲的 其实现代人 除了酒精性的肝源之外 最大 现在文明病最大就是脂肪肝 所以其实我今天有道料理 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像夏天到了 其实我们可以有时候 做一些凉拌菜 那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凉拌昆布 因为昆布其实它本身有抑制 我们的脂肪堆积的一个好处 凉拌的东西它里面有醋 醋本身也是有 增加代谢的一个效果 而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里面加了大量的大蒜 这是苦吧 没有 这个是那个 鱿鱼 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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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所以其實而且它熱量又低 然後而且裡面的大蒜比例又很高 像這種昆布類的東西 它本身含鈉量就比較高 所以做比如說昆布 或者是海藻類的東西 你的調味料就要少